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5月14号,任盈年的4月14日,刚才说错 今天我们是正式课通论的第四讲,凯因斯的动见与创建 我想在进入正式课之前,宏观的介绍一下凯因斯写通论的背景 就是凯因斯当时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是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 另外他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 今年是比较艰难的一年 上一堂课,像凯因斯通论第三讲的时候,略微有些激动 因为念到了穆志明,触动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加上身体最近不行,装了颗牙,牙还掉了 他那天去看那个牙,那个医生姓霍,霍医生问我 说卢先生啊,你吃什么硬的东西了吗? 为什么牙的基座全部碎裂了? 我开玩笑说,我已经不吃硬的东西了 只是生活艰辛,往往要咬牙挺住 他听了哈哈大笑 谢谢大家 其实美尼尔综合更好一些了 比上个星期又好一些了 我已经可以正常的走路来写字楼,继续我们的课程 开讲之前呢,我得先感谢一下整理资料的朋友 因为有整理录音资料的,还有整理文字资料的朋友 他们都非常非常辛苦 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因为我们公开了两期的聊天 那两期的聊天在互联网上大概有几十个各种不同的版本 影响巨大 其中有的在北美和日本都有反响 现在好多朋友在谈周边问题 比如说谈台湾问题的话 就会谈五桌饭 因为台湾是我们的最后一桌 中国人思考问题会比较宏观,比较长远 我们毕竟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我们不会简单粗浅的去思考问题 另外,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也会更加的从容不迫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很幸运 走到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在头部趋于成熟,趋于稳定 而且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 往往是冷峻现实 在贝克聪论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学到的东西非常多 一会儿我在讲凯因斯洞见的时候 会将这些东西慢慢的摊开来给大家讲 因为其实我被凯因斯感动的不光是穆泽民 更主要的是,他的这三部书 《统计学》那本书,它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 跟我们心学差不多,他跳出了一般意义的宗教 一般意义的道德判断 一般意义的是非判断 就是属于正心意中 正心意中的境界 到了他的货币论的层面 他其实已经完成了理论 他已经完成了理论框架的构建 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货币论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写书都会像货币论这样的构思 希望他是一个严整的系统的经济学论著 而到他写通论的时候 凯因斯已经炉火纯青了 一会儿我讲他为什么炉火纯青 为什么在读这个著作 我记不得多少次读了 会仍然会波动心弦 让人感慨万千 祖火纯青 他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思考 他甚至是一代人的思考 或者是一个民族整体上的思考 凯因斯对西方的贡献 在这样一个波云诡谴的时候 我们来讲通论 可能他不仅仅是一个学问 更有极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可能大家在内地感受并不强烈 我念到几句港币 与今天的课有关 港币发生了什么事情 香港的港币不是货币 它是一个美元兑换券 它是一个联系汇率制度的安排 它有波动幅度 它在7.75到7.85之间波动 本周再一次触碰7.85的上限 本周触动7.85的上限之后 港府入市大概动用了八十多亿 相当于八十多亿 十几亿美元来评议这个7.85 你懂得 你懂得 港府不愿意加息 所以说美国在加息 全世界在加息 有两个地方拒绝加息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香港 日本我上次聊天的时候说了几句 黑田东燕很厉害 但港币不加息的原因和黑田东燕可不一样 港币不加息的原因 虽然一直以来 特别是在五月份 香港的朋友 希望我在五月底之前 能不能不写文章 不说话 不写文章可以做到 其实现在写了文章 也没地方发表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7月1号之前的敏感度 大家都懂 另外 这周新的特首选出来了 不少人希望说两句 还有一些朋友为此专程邀我 谈一些看法 有体制内的 也有体制外的 他们希望了解的更深入一些 但 我其实在微博或微信 短短的140个字 偶尔的发微博里边 其实说了一些事情 我真的不愿意在对任何具体的人 形成某种的批评 批判 因为我知道现在敏感的程度到什么程度 今天走在路上 我想起了一部老电影 我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名字 80年代中国人拍的部电影 那个电影是写潮汕地区卖猪仔的故事 就是在清朝 在潮汕地区会有人蛇 经常会把16岁 就是16岁左右的年轻的男孩子 用棍子打晕 用棍子打晕 然后把他们贩卖到南洋 其中贩卖到南洋的大部分的人 最后会转卖到北美 他们在美国帮着美国修铁路 北美的铁路主要是华人劳工修出来的 甚至有人说 北美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 都有一个华人劳工的冤魂 那部电影非常惨烈 就是这个人蛇 在敲打了一个少年装入麻袋 送上船的时候 在船上他发现 他绑的是他的儿子 把他当猪仔卖掉了 人蛇真的可恨 可是在今天的香港 也有人蛇 只不过 他们的名字 有的时候叫基金经理 有的时候叫经济学家 其中很多很多的人 极为尊崇荣耀 有些人甚至是香港 可能未来是中央银行的董事 好吧 我不说那么具体吧 他们在做什么呢 港币为什么会触及到 7.85的上限呢 你们有可能不知道 香港现在每一个人蛇 他们要说的话 是什么呢 他们说港币存款利率 趋近于零 而美元的存款利率 美元的存款利率 已经到了三 就是港币和美元的存款的息差 20倍了 那么很多很多的有钱人 越有钱 越能借到钱 他们会借巨额的港币 换成美元 进行套息交易 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的人 其中一些人 其中一些人 是我们所信赖 重用 甚至是什么什么委员 他们在说什么呢 他们说中美关系 走到今天会出大问题 那么香港的港币联会 可能也要出问题了 听上去好像有点游国游民 但你知道这话 不是25年前说 也不是20年前说 甚至不是10年前说 也不是5年前说 此刻说 实际上是让香港的老百姓 放弃港币 去兑换美元 你们懂得 如果群体集队 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为什么要说忍舌呢 我为什么要谈香港呢 好多人说 俄乌战争 俄罗斯打得不好 那么如果在这场金融战争中 香港是乌克兰的话 对 那么大家觉得怎样呢 其实在这个貌似和平宁静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咬牙 其实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 然后很多很多人又说 请你闭嘴 不要再说 麻烦你 不要再讲话 好吗 不要写文章 不要说话 甚至好多人说 你为什么要去讲课呢 为什么要为了那点钱 去讲课呢 我如果说 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说话的地方 或者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平台 可能有历史意义呢 它承载了一些东西 也记录了它不仅承载了一些东西 也记录了历史 其实我们正在看港币 难道仅仅是港币吗 难道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不也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吗 好像有四个国家 可能率先会被收割 越南 印尼 印度 土耳其 当然 可能 巴西 阿根廷 也逃不过此文的收割 只是 这一年的香港 可能 没有 当年 97年 那样的 危机 或者是那样的危险 因为 祖国 已经足够强大了 好 回到今天的主题 凯恩斯 写就业 利息 和货币通论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利息 美元加息了 港币不加息 港币为什么不加息 为什么在回归之前 港府推出了 超额 超级 按这计划 一千万以下的楼 只需付一成 你就可以拿到手 而这一成 很多机构 帮你垫付 让你不花钱 就拿到楼 为什么 为什么赶在其一之前 拼死拼活的 为地产商出货 为什么此刻香港不能加息 悲悯和仁慈 不是写在口上的 小学人说 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 有些人号称自己是良心 有些人天天在那说良知 你读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你才知道什么叫良知啊 为什么卡因斯要欠利息呢 为什么要谈货币呢 那里边藏着良知 藏着悲悯 藏着对普通人 普通劳动者 同情关怀 不要小看了 不要小看了 他的利息 那才是真正的 锋利的连道 美联储开始加息 动作很均匀 均匀 50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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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自动波一样往前走 下个月又要来了 而大家呢 像温水煮青蛙似的 并无感觉 而金融的乌克兰 香港 好 无战 正寒 难道 在金融的乌克兰上面 我们打得比俄罗斯好吗 既然不说 我就不说 我们讲课 大家在知识中 慢慢的会学会看世界 看经济 看懂了世界 看懂了经济 就知道该做什么 其实凯因斯 赚那么多钱的原因 是他真的是看到的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动见与创 今天的题目是凯因斯的动见与创见 什么是动见的 我给了这个动见 一个基本的定义 就是超越了世俗偏见 直达问题本质的深刻见解 其实人是生活在迷雾之中的 这个迷雾可能是宗教的 主义的种族的阶级的 人不可能不带有宗教的主义的 种族的阶级的看法 所有这些看法 均属于偏见 不要认为无产阶级就没有偏见 只要带有这个色彩 你就有偏见 你就不能正心一种 修身一和 在昏暗的时代 偏见往往 异化为时髦的真理 真理要加引号 形成社会的集体审美 在这里边 我想讲一个人 这个人 是希特勒 为什么我要讲凯因斯的洞见呢 因为凯因斯处在大萧条的英国 他看见了什么呢 他看见了处在大萧条的英国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多少知道一点 美国的大萧条对欧洲发生的事情并不熟悉 1929年 美国的大萧条在1930年传导到英国 英国的国际贸易下降超过50% 其实全球的国际贸易总体上下降高峰期达到60% 因为大家开始贸易战 贸易壁垒加关税 加了90% 300% 英国的国际贸易下降了50% 这对于一度依赖国际贸易的英国是致命的 它的重工业下降了30% 到了1932年 英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0万 其中重工业地区失业率是70% 有近一半的英国家庭靠政府救济金 勉强维持生存 那个时候的英镑汇率与美元的比价关系 是一英镑换4.86美元 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 强英镑的时代结束了 英国的房地产和银行陆续破产 银行破产的高峰的时候 大概将近90%的银行 投资银行没了 那么凯因斯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什么呢 凯因斯看到的东西跟我在香港看到的东西完全一样 你们知道吗 在香港的利息 在香港的利率趋近于零 存款利率 居民的存款利率趋近于零 汇丰5000港币之下 它是不让你存的 你要非要存 它要反向向你收取存款的代价 就是你要存款给银行 你要给它钱 利息是个什么东西 我稍微串一下 你知道 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如果利息是正的 甚至是比较高的 居民会倾向于储蓄多一点 如果利息是零甚至是负的 那么居民会被迫进行消费和投资 一个糟糕的治理 放纵金融机构 放纵资本专政 它的结局就是利息 它逼迫所有的人 得到的收入 必须进行消费或投资 普通劳动者 在通胀 在负利率的时代 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被剥夺 其实他们的真实的需求 越来越降低 而为了消费和投资 他们甚至不惜进行借贷 用未来的劳动收益去进行消费和投资 形成杠杆 以至于经济不可承受之后 整体上破产 我惊讶于凯因斯的观察 他为什么讨论经济学的时候 谈的是就业利息和货币 因为问题就藏在最朴素的 最简单的这样的个问题里面 那么 1930年代的凯因斯看到了英国 他同时也看到了 世界上发生的另外的地方 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苏联和德国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苏联 在30年代正是高歌猛进的时候 苏联的经济增长 苏联的经济增长 刚刚进入高速增长的时代 好的不得了 要知道 此时的英国 70%的出口是销往苏联 美国的50% 我说的是机器出口 不是一般的消费品 就是英国的机械出口 70%销往苏联 美国是50%的销往苏联 英国给苏联的贷款 达到了14亿卢布 我那天没来几折算 苏联的经济好 与欧洲和美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不能不引起 凯因斯的思考 社会主义做对了什么呢 而在这个时候 德国在发生巨变 因为大萧条的德国 经济崩溃了 因为要还战争赔款 要处理惨烈的德国经济 所以德国经济崩溃了 崩溃之后 1933年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1934年成立总统 他是高票当选 纳粹现在翻译成民族社会主义 也可以翻译成人民社会主义 就翻译成民族社会主义 希特勒出任总理之后 德国经济迅速 德国用了短短的六年时间 创造了比苏联更加伟大的经济奇迹 那么凯因斯在苏联和德国身上 看到了什么呢 他动笔写这部书的时候 他从那里吸纳了什么呢 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又在理论上做了怎样的陈述呢 历史的发展的令人感叹不已 苏联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做对了很多事情 以至于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工业基础 战胜了德国法西斯 赢得了胜利 并且将苏联的辉煌 持续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然后苏联解体 他肯定做对了什么 他做对的时候也肯定买一下了隐患 他一定有做错的地方 苏联解体的事情 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件大事情 中国对苏联解体的研究 准确的讲 不能定义为更无一人 是男儿 这不是个性别问题 那么 希特勒做对了什么 又做错了什么呢 我们真的不需要 好好了解一下子 1930年代的德国吗 那个正在燃燃升起崛起的德国 为什么会出现 以后的惨烈失败呢 乃至于德国人失去了20世纪 20世纪本明是德国世纪 他们拱手相让变成了美国世纪 希特勒做对了什么 又做错了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跳出宗教种族阶级 给予历史一个更清晰的看法呢 在这里我想引入 我一般分析社会常用的一个概念 你知道一个封建国家 像一个现代的国家 或者像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必然会经历三杂 军队 军阀 财阀 门阀 德国荣克地主的问题 在一次大战之后没有解决 我读过我希特勒我的奋斗 我相信可能国内的朋友大部分 应该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 我读过我的奋斗 奋斗什么 奋斗干掉三法 希特勒 他为什么那么招年轻人喜欢 因为希特勒身上有现代性 他是反封建的 反帝 反封建 因为当时德国是战败国 被战胜国惨烈的剥夺和压迫 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 封建主义的压迫 关掉资本主义的压迫 三座大战 其实是三法 希特勒提出了干掉三法的系统性方案 赢得了青年 那时候的青年是如此的炽热激烈 乃至于疯狂 所以他们将希特勒送上了总统的宝座 然而凡事有对的一面 过了就错了 打倒军阀是容易的 军阀都是德国旧贵族 荣克地主 你们今天听到的欧盟主席 那个女人奥尔布莱恩 就是德国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 她也是贵族家族之后 奥尔布莱恩 就是中国人很讨厌这个女人 德国的财法 主要是犹太人 财法身上又深深烙上了 帝国主义的影子 反对财法和帝国主义的专制和压迫 最后激化的反游主义 而门法主要是德国的旧贵族 荣克地主们形成的 那种 其实我不讲你们也懂 我前两天说过 中国如何 接纳 马克思和爱因斯坦 我说的 就是我们中国 门法的问题非常严重 好好的一所大学 好好的一个科学院 他就被门罚了 是变相私有化的 他就不再是 有那样的包容 没有了那样的包容 不接纳最好的英雄 精英 而是司机 保姆 逆 黄孟元先生 前一段时间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 我们把它上升到 社会学和哲学的高度 就是中国的三法问题 中国了不起 中国有最伟大的英雄 他不光是个民族英雄 毛泽东 他以铁血之力 49年 干掉了三法 军法 财法 门法 都被他干的 然而 你懂得 门法 财法 这种东西 会死灰复燃的 甚至军法 都会死灰复燃的 你以为 12年 2012年之后 我们在军队的反腐 是在做什么 我们在行政体系内的反腐是做什么 就是为了这些罚们 今天我们动不了的 在香港 我刚才谈港币 动不了的是什么 还是个罚呀 财罚 动不了他们 依旧是风光无限 荣耀 而尊宠 因为老百姓 读不懂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 他们不知道 藏在利息里边的财阀 是怎样敲骨吸髓的 这些事情 被凯因斯看到了 凯因斯 看到了 但凯因斯 不是希特勒 他不会走极端的 他甚至 小心翼翼的 避开社会主义 这四个字 在同时代 美国 由于苏联的二号领导人物 托洛西基 跑到美国 形成托派 他们代表了一种 另外的社会主义倾向 其实在美国的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托派是很厉害的 他围绕在纽约大学 形成的这种纽约学者 其实其中大部分是托派社会主义者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而你在旧约利息和货币通论里面 见不到 我有的时候对我自己进行自责 我从九十年代 二十多年前 开始写超级地租 写回到1983年 超级地租是写财政问题 回到1983年写的是香港金融 我看到了凯因斯看到的东西 我也把它写了出来 但是你知道 当你针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 难免身上带有宗教的主义的 种族的和阶级的烙印 你有烙印 你就有时候并不能保持真正的中性或者中立 也很难为大家所接受 大家不能接受你 不完全是别人的问题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凯因斯了不起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他讨论的是用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 但这里面没有一句谈到宗教主义 种族和阶级 没有一句 炉火纯青的人 在理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人 你看完他统计学 你知道他的哲学高度 他在逻辑学上的修养 你看完他的货币论 你知道他在经济学上 已经完成了对历史的总结 等他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时候 他已经娴熟的利用 大家所熟悉的概念 语言和逻辑 而将一个大家恐怖的主义 将大家恐怖的主义 完整的变成了制度和政策的叙述 而整个过程 其实接受者茫然如知 并且大家都认同他 成为一个时代所遵循或者遵守的 一个几乎到了伦理高度的这样的一部理论 他当然是具有很强大的经济学理论的力量 但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在伦理上升到伦理和法理的程度 表不起的凯恩斯 他的悲悯 他的仁慈 并没有用其他方式表达 而在 而在极为严谨的经济学意言之中 在 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结果中 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慢慢的呈现 一个人的洞见如此之深 太难能可贵了 你懂的 因为在德国经历了惨烈的 就希特上台之后 德国经历了惨烈的社会改造 干掉了军阀 干掉了财阀 干掉了门阀 同时 也将欧洲打成了洗碎 德国到今天 无法翻身 甚至德国人被打到 无法在哲学上重新站立 中国 伟大的毛泽东 1949年 干掉了军阀 干掉了财阀 干掉了门阀 但在晚年他突然发现 他发现 是国家资本主义 他干了半天是国家资本主义 资本虽然不在一些人手上 而在国家手上 但资本在 资本就能化生出新生的资产阶级 晚年的毛泽东再一次站立起来 要再一次将他们打倒 那就是 那十年 今天对这十年 争议颇大 似乎在中国经济学界对这十年没有争议 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人的看法 他们无法用凯因斯的高度来解说 但我仍然要说 我们如果具备足够高的哲学高度 那十年 是可以 不要那样的 虽然那十年是有意义的 它终于让我们可以完成一次痛彻的思考 但 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完成历史的超越 其实 凯因斯指出的那条路叫混合经济 凯因斯 将苏联和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悄无声息的引入了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身体内部 同样具有如此巧妙和功利的那个人 在中国也有他的名字叫邓小平 他是反向操作 他巧妙的将自由资本主义移植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内 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 小平同志没有写经济学 可惜了 邓小平理论到今天 其实大家也没有进行经济学上面的升华 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升华和概述 我说了这事谁也不愿 是愿我们这些人不够努力 我们都到2022年了 还没弄 在这里边 我再一次做一点赞美 对习主席和这一届领导集体 进行一次赞美 因为他们在12年开始再一次向三法发起了冲击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遏制了三法的在中国的扶苏 崛起以至于其中的财阀与帝国主义的连接 其实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种比较困难 甚至有一定的危险的状况下 但是因为有习主席和这一届领导集体在 他们控制的非常好 我前两天写了篇小文章叫马儿啊 你慢歇走 其实我是想说有些事情可能是天意啊 在混合经济的过程中 在中国加入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入自由资本主义 这个混合的过程中 确实会产生新的财阀 难道对互联网 互联网在极具金融化的时候 我们不该做一些限制和处理吗 难道在房地产极具金融化的过程中 我们不该做一些处理吗 难道在互联网金融和地产金融 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时候 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一些处理吗 我们不会像希特勒那样 我们不可能像党卫军那样 我们不可能用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内部和国际事务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高度 我们不希望类似于像香港这个地方 在金融上面乌克兰化 这是不能接受的 看到了大萧条的美国 看到了大萧条的英国 看到了大萧条中繁荣昌盛的苏联 看到了迅速转身崛起的德国 凯因斯写了就业利息和货币同论 凯因斯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 有些事情自由市场解决不了 凯因斯在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 一条是苏式 一条是德式 看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 这个时候他考虑到混合经济 那么混合经济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巧妙聪慧的凯因斯想到了货币和利息 其实有洞见不代表你能有创建 创建是不容易的 这两天我们在谈 美国人在走倒退 他们在重新拿出利木特获利法案 他们又开始用老套路来玩了 这些老套路 我刚才说了貌似在收割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 但其实主要方向和主要目标是我国 是我国 要知道我最近说一些人 好多人说不要再说了 我没点名 说一些人不是一个人 是一堆人 他们在PEVC上输了很多钱 他们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 资本总是和媒体搅在一起的 他们拥有教育学术传媒上的优势 他们在形成某种压力 希望在处理财阀的问题上放手 好吧 今天讲凯因斯不联系实际 不联系实际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五月底之前不写文章 就不联系实际了 我说一下凯因斯的创建 凯因斯了不起 他上来就能抓住牛鼻子 这个牛鼻子是什么呢 是萨伊定律 很快 我们进入课程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萨伊定律 其实萨伊定律的真正的发明者 应该是穆勒 只不过是因为萨伊把它进行了完整的总结 然后形成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实际上是今天经济危机的源头 或者是经济危机的源泉 我就不展开了 因为咱们要是今天把萨伊定律讲完 这可以过了 时间也不够 他的意思是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 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 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 因而社会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这个假设有问题 这个假设有问题 我们在讲新学的时候 一再强调这个世界是一种相对状况 就是自由这个词中国人不用 是因为当你强调某一件事 某一个方面某一个人的自由的时候 可能是对另外一些人构成奴役 西方人在谈自由的时候 是谈殖民者的自由 是被殖民者的奴役 哈耶克是经典的 萨伊定律下边的经济学解释者 凯恩斯抓住牛鼻子 凯恩斯两个老师 我说了一个都姓马 一个马克思 一个马提尔 马克思有一个公式 C-MC就是商品交换 目前又到了商品 这样一个循环 要害是中间的M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交换的M是不一样的 M就是货币 马歇尔在利息论上也给出一个公式 就是我刚才说了 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储蓄的多少决定 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决定 最后因为牛肉储蓄才能转化为筹资 决定市场的真实的需求的总量 这就形成了经济学的完整的体系和公式 凯恩斯正是在 凯恩斯正是在马克思和马歇尔的基础上 形成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 整个的理论体系 他这里边要谈的 其实我们上场课一直在反复谈西美尔哲学里边谈的 我们谈西美尔的时候 货币包含的价值载量 就是货币的含金量 那么有没有 因为劳动者的劳动 也是 劳动者的工资也存在含金量的问题 如果你是动态的来看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含金量如果是一根曲线的话 它可能在反复的降低 随着通货膨胀的进行 劳动者的工资 劳动者工资的价值载量是一个反复被降低的过程 而不是被增加的过程 虽然你在涨工资 但没有用 因为通货膨胀的水平超越了你工资增长的水平 这个M中间抽到问题 凯恩斯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发现了货币和利息中间的问题 他发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有效需求有的时候被虚化 就是我们建造的那些杠杆 那些贷款 让老百姓你去投资 你去消费 借钱投资和交费 形成了系统性风险 乃至于两层经济危机 今天好多地方 特别是金融乌克兰香港 正处于大危机爆发的前夜 凯恩斯在想 那么应该如何增加就业呢 那么应该如何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呢 不是名义的收入 而是收入的价值载量呢 而这个收入的价值载量构成真实的购买力 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 从而拉动工具 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这个思考的结果就是这本书了 好多朋友问我 读哪一个版本的好 都行吧 读懂了 哪一个版本都挺好的 这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来源 它是一个洞见 然后被一个人变成了创建 我在第一次读通论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自己 他为什么不说财政的事情呢 他为什么说了半天 货币和利息 他为什么不说财政呢 其实你读透了这本书你就知道 因为法币 法币 现代国家的法币 就是这个国家的债券啊 美元 就是美国国债的记账符号 其实货币发行的总量 跟国家的财政有必然联系 总量多了 货币就毛了 由货币定义的工资的价值载量 就不断的下跌 它跟利息又构成某种杠杆和联系 其实凯因斯不谈财政 凯因斯不谈财政是极端聪明的 一谈财政这个政 就涉及到社会主义了 他绝口不提这件事情 使得他的敌人 他所有的敌人 虽然他们心里面都明白 就像我一样 明白他是个受败者 但是他一句都没说 而且他说的都是你们说的话 用你们的原理来拆解了全部的问题 因为一旦说财政 就免不了国家资本主要求的是大政府 国家资本主要求的是计划经济 国家资本主要求的是社会保障 谈到这的时候他就不又变成社会主义了吗 凯因斯没有这样做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因果不可以这样 他必须解决实际的问题 事实上他解决了 伟大的思想 原本今天应该简单介绍一下子凯因斯的三大定律 有人叫他三大心理规律 编辑消费倾向的递减 资本编辑效率递减 流动性偏好 流动性偏好 好多人听不懂 就是马切尔说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那么是真这样的吗 不完全 有些人也没消费 但他也不储蓄 他留了现金在家里面 整床整床的现金 整墙整墙的现金 收入不管是贪来的还是偷来的 他退出了消费与投资 今天我就不展开说了 今天这堂课就讲这么多 动建和创建 剩下的事情我们放在后边的二十讲里面 一部书 看每一个字你都认识 但你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枯燥无比 但你如果真的展开了以后 看到那壮阔的历史画卷 你就懂了 而且你在其中 你在其中 因为历史会重复 会重演 凯因斯看到的东西 你也会看得到 凯因斯经历的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你正在经历 好多朋友这些日子可能心绪烦乱 因为这市场好糟糕 这加息还没结束 六月份至少五十还要缩表 风暴还在路上 通胀显然没有遏制住 八点五到八点 通胀随着年底的粮食危机的到来 还会进一步的恶劣起来 市场会怎样 我们应该怎样 应该做些什么 我简单说两句 因为也不能每天每次上课都讲这个东西 说结论 加息和缩表 对通胀的遏制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是结构性通胀 不是周期性通胀 通胀会在某种形式上 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高而出现缓和的状况 但是回不去了 无论是牛排的价格 面包的价格 还是汽油的价格 涨上来可能涨的幅度会小 但回不去了 通胀回不去了 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经济一定会陷入衰退的 是不是大萧条 现在不给结论 因为6月7月8月还得要再观察 不过我们可以给一个粗浅的看法 就是滞胀已经形成了 在滞胀形成的过程中 首先表达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博弈 就是我们内部应该怎样对经济进行治理 比如说中国应该启动基建 好多人建议给老百姓发现金 我是坚决反对发现金的 我是主张发食物券的 就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农村的地域的 可以拿身份证去领食物券 但绝不能给现金 绝不能给食物券 就是你可以有这个食物券 你可以保证你吃饭 而且可以减少其他 吃饭上的 因为好多人吃饭的支出占很大比重 那么有了食物券 他就可以做其他消费 但不能给有钱人钱 最后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在一个大的历史时刻 我们要有冷静的观察 比如巴菲特最近在斯隆吃的都是石油类的国 他没有在买那些东西 在一个大的时代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要保持冷静 理论上在货币政策在激烈调整的时候 是持有现金或黄金比较稳妥 现金或黄金比较稳妥 持有黄金的原因是 有些货币可能会出现惨烈的局面 比如说在香港的朋友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会劝你去换美元 换美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你帮着美国人攻击港币 所以香港我身边的朋友都买了金 我们不去给美国人做帮凶 不去拿着港币换美元 做套期交易 最后导致香港 港府的节存的美元消耗掉 同时一旦港府遇到巨大的压力进行加息 加息之后 现在年轻人刚刚在一城岸街下班买了楼 然后好多年轻人会出现 如果97年就来了 好多人烧炭 香港自杀的方法都是烧炭 太惨烈了 太惨烈了 我最后说多一点点 我希望我们国家真正的经济学家 要管一管香港这个地方 不能不管 不能不理他们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正常一点 好一点 好吧 就说这么多吧 其实该说的话早说了 该做的事情可能好多朋友也做的不错 持有现金或者是持有黄金 都是一个选择 都是一个选择 持有黄金的原因是包括我国在内没有货币不超发的 这个世界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露出本来面目的 大家看到比特币看到今天有一个货币跌了99.9% 好 就说这么多 明天下午三点钟有时间 我们十一不切 再见